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鸡的血量太低了 直接是被猴子给收掉了 猴子弹的果实的位置有点尴尬 对 他是闪现上去 猴子刚好点了一下果实 不过还有圆码就在旁边 这波进攻 我觉得不亏 这个位置刺激有点危险 而且还有一个TP角 不过他点人招出来 应该自己能走 他有一块大招 然后一边赶过来 这波应该是和中单沟通好的 才敢这么玩的 敢这么骚 左右横跳 而且卡牌被刚才 感觉 他这个伤害来讲的话 小鸡的AQ伤害不太够 哇 黄琼PK 最后就插他们一丝伤害 然后红队也去 这边想先拿火龙了 勾到了 打这些是一个铝毯 直接踢掉了一个金身 还是想先对这个铝毯动手 先把铝毯给秒掉了 六福兰这一波踩进去 什么都没干净被秒了 不过EZ后面726费流斯 但自身也走不掉了呀 是的 现在只剩猴子和艾克了 还好这个上野啊 战斗力其实挺强的 那这样可以顺势把火龙给打 像铝毯打 纯实扣选铝毯 确实是包扰 确实图太平 看一下卡纳妹这边能不能抢一下了 想硬抢 猴子过来先转 卡纳妹技能抢 直接被激光吸了个大招 蓝毯抢到了 但是要付出两个人的代价 哇 这里没办法 已经在动了 照理一下看到人马踢踢的位置 有没有被发现 火龙打的速度有点慢啊 这边进行不错 小军开始大到一个刺激 红色弯拿下来 人马在切EZ 已经没有输出环境了 再有没有自卑切子 坏掉了ADC 但这边来讲的话 人马一进场 还比这边没有一个超级空间 但人马自己很快 后处的伤害 没有人打了呀 没有沃菲流斯 而且EV现在反而是一个收割的好环境 沃菲流斯被秒 他们就没有输出的人了 反而再一个追击 拿下一个双枪 还能再追 逼让一个闪现 必须要剧魔的闪 哇 这一波其实和飞流斯被猴子切子太关键了 这一波Zoom 男体大哥觉得人马进场进化了 我感觉他绕了有点多了 他绕的有点多了 在上面EZ被抓死了 我的天哪 这样没有EZ有没有机会动这个龙呢 也几乎去逼一下 另一招这边的话是有折劲的 可以去尝试 而且Fampus这个阵容打大龙 感觉蛮能扛的 是 不太会掉太多的一个血 上个防御塔 是啊 猴子就被磨掉了 猴子这边大招有了吗 先去尝试一下 剑洞这边的话也肯定不想放 在这个龙坑的话有机会不想吸环 但是这边是假打龙真开环啊 玉毛北闪又要被卖了 勒夫兰反显一个大招定了一下 但只能拖时间 大招拖过来 没有打到勒夫兰的真神 这边 汉子哥被勒夫兰链子连住之后 猴子也不太敢上了 正面只剩两个人 EZ回了 继续逼迫一下呢 EZ回了之后 还是算了 因为如果在这里打EZ一个打 挂了太多人的话 其实也不好 进来回放 看一下人马的一个绕合的位置 踢过来 先打了EZ 这里是抓单啊 我以为是那个猴子 刚才小龙那波团战 但好像是同一个眼位 差不多 看下这把踢的位置有没有很好 可以快点打 打得四个很快 而且这位置是女的一个大招 直接定住后排 猴子打到就只有 人马有大的 猴子抓了三个人起来 欧夫兰链子的危险被猴子一个人单接了 一个人盯着后面 恶夫兰链子直接中结了 人马打来慢了呀 那这样的话 京东打赢了这部团战 同时拿下的这条火龙 而且没有人管这个猴子呀 是的 我觉得正面来讲的话 这波方帕斯有点乱了 有点乱了 没有人去保护 今天都正面处理得很好 本来是他想开那个猴子的 来 翻试 没有水银银银 也没办法了 但是那位置有水银银银好一点 也没办法 后面人太多了 突然回来又看到这样一波 是的 那这样可以逼一下大龙 是的 打野阵亡了 但是其实现在对整个方帕斯阵容 最有威胁的并不是这个艾克 而是这个猴子 对 所以山耀这个艾克 其实他还是要掂量掂量的 但是打的如果快的话 毕竟你没有打野 对 可以去撞 李昌卓又轻转 先逼一下你 随时在侧翼 随时这个位置 就是随时给威褚勒斯登陆的 来了 硬打 大招 抢到 侧面猴子这边经常也不是那么好 而且自己这边已经有春歌了 下不掉了 这里一个失误之后 邦普拉斯气势如虹 楼肯这边 这边如果跑不掉就尴尬了 好 下快点出位允许 就更死不掉了 对 哎呦 有进化 还好身上有一个进化 拉下的距离还可以持续输出一下 但随时是被这边EZ给带走了 双方做了一波辅助的医患 一夜 厄佩勒斯气势还活着一夜 有输出的空间 而且人马在后面 你要来的话我就上了 但这一波行情都是转的呀 阻止了你大龙Muff的一个推进时机 但是 你还别说可汗剃手 也马 有点真实的 来了 大家直接给人家伤害高不高 住手卡力下伤害不太高 反正第二段转起来 反而是方普拉斯基本的危险 不过这个金身 能活下来吗 能活下来吗 没有活下来啊 后面 腰气赶过来了 腰气这个收拾位置非常好 林卫祥这个位置要被练死了 有点难受 这个时候巨峰还活着 但林卫祥 可能春哥战场马上被定住了 完了 春哥是要摆给了 这样的话大龙这里还可以继续做文章 林卫可以继续逼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有一点危险 但是伤害也没那么好去讲解 林卫祥这个位置太惨了 直接被伊贼秒掉 而这个时候猴子 只是打出了一个春哥而已 不过乐福兰没太长了 连马船送过来 这一小机踢了半选 但是恶菲六四这把的输出环境很好 伊贼没有刮到恶菲六四 还能继续打恶菲六四 还在主出 猴子还在啊 秒秒错时间 哇这把恶菲六四的输出环境太完美了 太舒服了 没有人看得到它 没有人看得到 这两下两个轮子 飞轮打到 绝套死了 哎呦火龙虎拿下来了呀 这边女坦娘世子一搏 在这个时候 洛克的位置怎么说 一个人还在这里骚 洛克兰下来 想杀恶菲六四有点难啊 再等苏姆的一个TP 苏姆复活 看他要不要踢过来 但这个踢的位置完了 队友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这波怎么说 往后撤 啊 冰爪也不难上 不要给进攻机会就好 哎 这边立藏卓会不会成为 但你抓一个有中亚的立藏卓有点过分吧 没过墙没过墙 有点危险 大家要给自己 但EZ的血量很低 把洛克文六四大张中了 EZ直接被秒 乱了呀 那艾克的大也没开出来 基本上是要结束了 被卡在墙缝里了 是的 水波带着大龙buff的推进 应该是有机会一波了 应该是一波了 这波转一个有闪现和 中亚的立藏卓确实有点着急了 是的 确实也没办法吧 我觉得不做这个尝试的话 到了后面 他阵容已经在下降 对 他阵容的影响力已经在下降 一往后拖的话就不是事了 朱子卡一下 立藏卓冰爪进场 猴子过来输死一波 大招转起来 两段继续转 但是没有EZ就没有伤害 噢 洛克六四闪现躲开了 洛克兰的踩 人马冲进拳水 杀掉洛克兰 殊死一波 但是无济于事了 是的 你给大家顶住 这个女坛也是跑不掉了呀 那我们恭喜方克兰三比一 在我们MSC的半决赛上面 战胜了京东杯面 挺进最终的决赛 还是厉害的啊 我们看到这个LPL的顶尖较量 是的 很精彩 而且在之前的较量当中 我们看到今后赛的时候 京东是三比零的方普拉 对 然后这一次的 集中赛直接打回来了 是 这就是LPL现在越来越强的 一个原因 总有新的队伍站起来 而老的队伍呢 因为这些新的对手 他们又变得更加的努力 其实我们喜欢看的是那种 两个队伍 这些人的队伍 是 这些人的队伍